雪州家影监狱有18名囚犯在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严重副作用 更造成其中两个人死亡 事件较后在社交媒体广传引起了当局关注 卫生部属下的国家药剂监管机构今天出了正式接下消息 也表明将展开调查 同时会持续监督囚犯接种疫苗的安全问题 根据药剂监管机构总监罗沙雅蒂的文告 这18宗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事件都属于严重级别 甚至出现死亡病例当局将严肃看待 他指出乌鲁冷月卫生局还有雪州卫生部也会参与调查这起事件 这三方面完成的调查报告将会成交给疫苗药物安全特委会讨论 以鉴定造成副作用的原因 较早前网络流传一风至期去年11月30号 有家影监狱管理局发给乌冷县卫生局的公函 说明有一批囚犯在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心脏衰竭 还有身体虚弱等等严重副作用 留意标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